我们希望提供一个高质素的装修设计和工程的服务 令到每一个客户可以有一个开心和理想的家 其实为什么会成立延年设计呢 因为过去很多年之前 其实我本身自己都经历了几次装修 其实在这几次装修的经验里面 其实都感觉到可能不同的师傅 在质素上甚至管理上其实都有分别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而且香港人也很重视装修自己家庭的观念 我觉得装修这个行业其实是有得做 所以后期就跟我拍过王先生 因为他之前也有装修工程的经验 所以就成立了联名 我们公司的服务主要是做室内设计 装修 加上有一个燕楼服务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是燕楼师 我们施工的标准 最后都会跟着炎楼师学会的标准 去给客人 譬如我们做完一个单位 其实很多客人都愿意出来和我们站台 拍一条影片赞扬我们 或者在WhatsApp赞扬我们 因为我们做出来的效果就是 我们主要就是空间运用 以及实用性 因为香港很多单位都是 可能300尺 400尺 符合香港人的要求 他们主要都是实用空间的运用 储物 其实我们公司这几年都有一些奖项 例如 新城电台或ViuTV 以及中央卫视都邀请我们 去拿一些奖项 以及我们公司有2000尺的陈列室 看到客户上来 他可以选择很多物料 跟我们设计师夹着颜色 设计 拼出来的效果可以达到客户的要求 其实很多客户对于装修工程里面 其实很多东西他们都不理解 所以第一我希望我们装修顾问团队 在同客户沟风里面 尽量讲得清清楚楚 无论是布架里面 工程内容 因为其实可能很少分别 其实到自己的价钱上都有不同 所以变成我们每一个环节 我们都会很小心去拿捏去管理 希望在设计方面 以及在施工方面 提供到一个质素很稳定 高质素的服务给我们客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